福安谷观音阁,关公的勤劳护法 BY福安谷观音阁 护法神一般天龙八部,天就很多了,阎罗王也是天,金刚秘技护持咒语比较多 龙呢,在华岩道场,大道场比较多,大庙都是在龙脉宝地,都是龙修行的 所以就有龙 那有些小庙不一定有龙 龙靠近水的比较多 那观公比较特殊,唐朝时皈依智者大师以后,他就护持佛法,几乎每个庙都攻观公 为什么? 因为观公有难的品质,忠义 护持佛教道场也是忠诚不二,同时观公是最勤劳的护持者 其他天一般你很难请得道,但观公不一样 观公勤劳 公关公最多的,是福建台湾 最勤劳的也是福建,爱拼才会赢 福建东山的官地庙很有名,台湾的很多官地庙从东山请香火过去 东山人很勤劳,每天都是三四点起来,当地海鲜海带比较多,都是买卖这些东西 拜观公的地方很勤劳 福建闽南拜观公最多 观公也是法华经主要护法 民国地贤大师有一次讲法华经,观公就上身到一个人身上 说我是某地观公,特来请法师讲法华经法义 观公对地贤大师很恭敬 法师也敬重观公 大师给他开示后,观公就退身了 因为观公本来是归一天台宗智者大师 印光大师对观公的高度赞扬 观公忠义神勇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我们拜观公 要学习忠义 正气 现在很多做生意的 一定要有正气 不要为了利益 忘了正义 做假的 这样子也做不久 观公是财神 为什么 就是财只给正气的忠义的人 尤其观公有借银文 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社会男女工作 更需要正气 尤其不要扯到带客户去酒吧等银浴场所 或者自己犯邪淫 马上被观公砍掉他身上的财库 就容易破财 有些人感情烂桃花多 这类容易无正气 应该多拜观公 学习忠贞 现在难的 很多工作跳槽多 献好就跑 这类也是无有忠树之道 有些人献到名气大的师父 赶紧另头高明 再献到名气更大 又改了 这就是莫有忠树之道 也应该多拜观公 观公形象一般两重 一种拿刀 是武的形象 比较威猛 一种是拿著书 读春秋 拿著书的 拜了也能学习进步 总之 阳刚之气 都可以礼拜观公 中国菩萨几乎都是女神仙多 文书普贤观音 都是慈悲为主 观公以阳刚护法为主 也是刚柔并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